坎贝尔群岛是一个由数百个小岛组成的群岛 位于南太平洋 包括主要岛屿如吉尔德岛 布伦纳岛和派特森岛等 这里有许多当地特色美食和特产 以下是一些坎贝尔群岛的特色美食和特产 1.海鲜 坎贝尔群岛的海域非常丰富 所以当地的海鲜非常新鲜美味 常见的海鲜包括鲍鱼、龙虾、扇贝和各种鱼类等 2.香蕉 坎贝尔群岛的香蕉非常甜美可口 是当地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其中最有名的品种是卡瓦伊香蕉 它们的味道非常浓郁、口感非常柔软 3.蕨类植物 坎贝尔群岛的蕨类植物非常多样化 包括一些特别的品种如红椰菜和金椰菜 这些植物通常用于制作当地的特色菜肴 4.可可 坎贝尔群岛的气候非常适合可可生长 所以当地的可可非常出名 当地的可可豆非常香甜 通常用于制作巧克力和其他糖果 5.坎贝尔岛甜酒 这是一种以伊子汁和糖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当地特色酒 它具有一种甜美的口感 非常适合搭配当地的美食 6.坎贝尔群岛芋头 芋头是坎贝尔群岛人们的主要食物之一 他们在这里非常受欢迎 当地人通常将芋头切成小块 煮熟后用作煮食或配菜 7.烤乳猪 烤乳猪是坎贝尔群岛的传统美食之一 当地人通常在特殊的场合 如婚礼或庆祝活动时烤乳猪 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菜肴 8.坎贝尔岛香草 坎贝尔群岛出产的香草非常有名 尤其是香草豆 当地人通常将香草用于制作甜点和糖果等 9.坎贝尔群岛椰子 椰子在坎贝尔群岛是非常重要的作物 当地人使用椰子制作各种美食和饮料 如椰子汁、椰子油和椰子糖等 10.烤面包果 面包果是一种在坎贝尔群岛很受欢迎的水果 它们的味道有点像甜橙 当地人通常将面包果切成小块 涂上椰子油和蜂蜜 然后用炭火烤制 1.1